找一下 像如果你安装完毕以后 你可以看到在 设定这个地方 如果你 安装完毕之后的话 这个先按完成 在开始 这个 开始里面的这个 这地方 那这边的话 在 设定里面的印表器 设定里面的印表器 这边就可以看到 有一台 这个 有没有 刚刚我们安装完毕之后 就会在这边看到 叫 DOPDF V6的这个印表机 那这个印表机的话就会出现 那当然你 电脑里面有可能安装别的印表机 比如说 像这个地方 各位有发现 如果你家里电脑 它这边有个打勾 其实这个打勾 表示说它是预设的 所以预设就是说 列印的时候它会以它为优先 那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打勾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要选 才可以选择它当我们印表器列印 所以如果说你刚刚有个地方有选项 你要不要当预设 如果说里面没有别的印表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当预设 那这样 印出去的话 就是一个PDF的档案 那这样的话你其实就可以来试试看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先等一下先记得先上网去抓三个档案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